欢迎回到我们的老庄漫谈 今天呢 诶 崔西又来了 是 大家好 不过它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讲了很多的人文啊 建筑啊 风光啊 不过这一次呢 是比较特殊一点 来到很大的一个大陆 但是呢 太大了 所以只找一个重点 我们去看看自然好不好 当然啦 来到了这个非洲大陆呢 最主要其实非洲大陆 非洲呢 对 非洲大陆呢 总共它有53个国家 太大了 非常 而且呢 在整个的非洲对我们来讲 我们印象当中的 当然北非的埃及啦 或者是摩洛哥 土尼西亚 然后再来南部的南非 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比较熟 但是中间的部分 或是呢 比较偏东南的 就可能就很少人 可是现在也越来越多人 向往这样子大自然 今天到哪里去 我们来去到肯亚去狩猎 对 去打猎 但是呢 不用枪 各位不用怕 我们用我们的相机 用我们的照相机 来去做狩猎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大概几天的这个行程会比较舒服一点 其实呢 在光肯亚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个的一个非洲大陆的部分呢 它总共有53个国家 因为真的大 太大了 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一次要走到了在肯亚的这一个地方 那在肯亚的部分呢 如果我们单纯的来到肯亚这个国家 我们大概可以排个10天左右的一个行程 应该够啦 对 当然你如果要再更深入 在多走几个国家公园的部分的话 当然13天 14天 15天都有人排 但是比较popular的 包括说大家只是向往来到肯亚这个 想要去看到discovery的这样子的一个壮观的景致呢 最主要就在肯亚 那安排个10天 基本上大致上就是够的 那怎么来到肯亚呢 以在台湾现在我们出发的飞机来讲呢 我们大概都是需要转机一点 没有支配 没有没有 我们都必须要转机点转到肯亚的首都 奈罗比这个地方 所以呢 在这10天的行程安排当中呢 您可以从台北飞到转机点 然后再从转机点这个地方 抵达到首都奈罗比 然后呢 再安排国家公园的部分呢 这一次巨匠旅游为大家提供的呢 是4个所谓的国家公园 在北边旱地的三不入国家公园 然后来到所谓的 真谷的最具名的黑猩猩的一个保护区 就是填水国家私人保护区 然后呢 再到所谓的红火鹤的天堂 Bromingo的天堂 Borgoria 最后来到我们大家都非常向往的看到所谓动物过河的 这个紧致的马赛马拉 所以呢你看呢在肯亚或是呢在整个非洲来讲 其实它就是国家公园 不过呢光是呢在肯亚你就走不完啦 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叫做Top10啦 Top5啦 甚至呢只要找一个我们都值得 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太多你真的玩不玩 对因为肯亚的整个的一个地理位置呢 它刚好也是坐落在所谓的赤道 赤道边 所以它在那个地方呢 人家都会觉得说非洲很苦 然后呢种什么不会生什么 但是偏偏在肯亚这个大地嵌里面呢 你随便丢一个种子 它随便就可以长出一个植物来 大家会问说非洲不是很热吗 对 非洲很落后的耶 非洲很危险的什么都是不好的 但是呢肯亚呢 怎么样进入到国际的一个观光的国家 没错 所以它的这个观光的收入呢就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各位呢你到肯亚不用担心 因为呢他以前在英国的这种治理之下 其实非常非常的高档啊 所以到肯亚不便宜 非常的贵 因为呢在肯亚狩猎的部分呢 应该是说我们在做safari safari应该叫狩猎 应该在狩猎的部分呢 它其实呢 它的比如说在国家公园里面 他们的算法是很奇怪的 不是你进去一次 就只要付一次的钱哦 你进去一次待几天 就是付几天的钱 对 因为它用这种区隔啊 让不需要的人你就不要来 对 所以呢在我们来到肯亚的部分呢 第一个我们要守卫 先看到的我们坐什么飞机去 有什么飞机可以来去做安排 我们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可以坐肯亚航空 那肯亚航空大家也会害怕说 哎呀它它是 飞舟的呢 对 都怕怕 但是呢 其实肯亚航空来讲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其实不止在曼谷 这个可以由曼谷这边转进去 你还可以从香港转进去 可以从广州转进去或者是河内转进去 所以它的转机点的部分其实是还蛮多的 也代表说它每一天抵达的 从世界各地抵达到奈罗比的这个飞机算是很多的 所以你的选择性多的话呢 当然就方便了 没错 然后呢 再来它抵达到奈罗比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是早上就到了 时间都不错 所以抵达到早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移动了 所以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对 我们就可以开始移动 然后我们可以前往到国家公园 那所以呢 为什么肯亚航空呢 会是在我们坊间 或者是我们在推这样子 东飞行程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建议首选的一个 因为大家对肯亚航空可能就不熟 有点心理上的一个障碍 没错没错 但是呢 说明以后呢 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一个所谓的转接的一个connection 是 另外呢 当然它的机型的部分 它是飞七八七八百的新型的这个飞机 而且它的机灵呢 绝对都是在四年以内的这个机灵 这个是肯亚航空 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一个报告 另外我们还可以使用的是阿联酋航空 那阿联酋航空呢 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当然它抵达到奈罗比的时间呢 可能就比较差一点了 所以我们必须在抵达奈罗比之后呢 第一天你哪里也不能去 我们就只能在首度过一夜 总是有它的所谓的优缺点 对没错 所以呢这个就是房间我们大多会去用到这两家航空公司的部分 接下来呢可能就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你看这就是地理位置 刚刚有一个简图呢 跟大家讲我们从奈罗比这个地方呢 呃我们到了所谓的北边的这个呃填水 呃肯亚山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从肯亚山这个地方呢 去去博古里亚 然后再到马赛马拉 这个是肯亚的大致上的一个地理位置 然后来到这里肯亚很重要的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所谓的交通工具的部分 肯亚呢大家说 呃我们是坐几人坐的车子 很抱歉 我们全程都用四成四的这种Safari Langusa的这种车子来执行 不是像一般的 比如说你FID去有时候租车租那种minibus 呃不是不是 那就不一样哦 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 也要跟各位大家贵宾报告的一件事情 其实从这个图上面你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所谓的四成四的Safari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面包车 那你一般也会看到这样子的面包车 但是呢用Safari的这种吉普车来讲呢 在我们整个国家公园里面移动来说 它是极度方便的 比如说你可能看到动物 你必须要攀一个水坑啊 或者是爬一个小山丘啦 大家要想如果是这种面包车 在路边而已 你就必须要绕一圈 或者是在路边 那但是像这种Langusa的这种吉普车 很方便上山下海什么都行 当然不一样 对 因为它的机动性 还有它的所谓的安全性 都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来到肯雅的部分呢 各位贵宾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您所选择的车子呢 是什么样子的车子 而这样子的车子呢 后座是可以坐七个人 但是呢 为了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观景窗的部分呢 我们建议呢 就是最多是坐到六个人 因为呢中间不要坐 不然你拍不到东西 对 因为拍到别人的头 所以就看不到了 好 接下来呢 老师刚刚一开始就有在讲说 啊我们是要 去看看这些自然嘛 看什么五霸还是十霸 在非洲五霸当中呢 它的就是所谓的 狮子豹 然后大象水牛跟犀牛 那一般呢来到肯雅呢 我们第一目标要收集的就是这五霸 如果你收集到这五霸 您的第一次的肯雅行程呢 可以算是一百分了 哎呀 确定吗 对 没错 来 这个呢 其实我们大多这几个动物里面 最难看到的就是花豹 因为呢 第一个呢 它出没的时间 还有呢 它的速度 所以不容易了 而且呢 它的那个所谓的保护色非常的好 对 不容易找得到 嗯 那这花豹呢 也就是我们华人所说的金钱豹了 对 看到了就赢了 对 好 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有跟大家介绍说 哎我们要去几个国家公园 那散布鲁国家公园呢 它是属于在北边旱地的地形 那在这个国家公园 它其实占地不大 它大概是一百六十八公 平方公里左右而已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你所以 为什么要安排到这个散布鲁国家公园 因为散布鲁国家公园 有它的所谓的特有种的 这个动物 而就只有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老师 我们看到了这个斑马 大家就说斑马 没有什么了不起 都一样啊 都一样啊 很抱歉 这个是细纹斑马 其实全世界的斑马呢 有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草原斑马 一种叫细纹斑马 我常都会跟客人讲说 知道这两个斑马怎么分吗 怎么分 一个比较胖 一个比较瘦 一个是白底黑纹 一个是黑底白纹 都一样 对 这是都一样的 那其实呢 它最主要是看体型 还有它的所谓的整个上面 它的这个纹路的分布 各位贵宾 从图上 你真的看不到很大的一个区别 但是当您到那边去的时候 您亲眼去见证的时候 您就会知道说 哦 真的不一样 另外呢 就是右下角的这个所谓的长颈灵 长颈灵也是在三不路国家公园 这个地方的特有种 也只有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因为灵它有很多种 所以你看 邓灵好像就一般 邓灵就比较简单 但是这种场景里面就比较不容易 当然还有什么小型的灵羊 太多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自己来 对 好 这就是我们在为什么安排在三不路 这个国家公园 来到了这个肯雅的地方呢 当然有特色的或者是 它的特色就是所谓的它特有种的动物 是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 接下来呢我们会安排到这个所谓的甜水保护区 那你们会说甜水保护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老师 其实甜水保护区最主要呢 它就只是一个所谓的私人的一个动物园 应该可以这么说 因为呢有时候呢我们会误以为说 哎呀国家公园很多种啊 不是 国家公园国家公园 它有所谓的保护区 它有所谓私人的一个保护区 对 那甜水保护区它最大的一个功能性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个动物学叫珍古德 它是黑猩猩的专家 黑猩猩的专家 对 它特别在这个甜水保护区的部分呢 有做一个有做一个这个 黑猩猩的保护区 其实甜水保护区里面 你最主要要看到的是黑犀牛 跟所谓的黑猩猩的这个保护区 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近距离的接触 包括像我上次去的时候 刚好有遇到一个cheetah 就是花豹的小宝宝 因为它就是像孤儿一样 所以它就被带到这个保护区里面 算是把它 做保护啦 应该是做保护 对安全的让它长大 然后才把它也放到这个 他们的国家公园里面 所以在这一个保护区当中呢 可以说挂保证 你一定看得到动物 一定 因为已经带到它的圈幕里边 围墙里边或是铁丝网里边 当然就是静观 但是还是不能碰 对 然后呢在甜水保护区当中呢 它的饭店来讲 它也是这种帐篷式的 那非常有它的一个特色在 Local 我们看当地的这种感觉 就是帐篷 对 其实呢这一次的住的部分呢 很多的东西都会给您惊奇 但是是好的惊奇 所以各位贵宾不用担心 在这个地方会住的落后 或者是什么不好 对大家就是怕嘛 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来到Borgoria 那之前呢 其实很多贵宾会说 为什么我们会来到 这一个名不经传的这个小地方 小小国家公园 我记得之前好像都是在 拿古鲁湖这个地方 看所谓的红火鹤 Bromingo 对 因为大家呢可能会以为说 那要大一点的地方 看得到比较多啊 对 机会比较好 不一定哦不一定 因为呢 拿古鲁呢 拿古鲁湖在近几年来 整个的全球气候的变化 造成它的整个湖水上升 因为下雨下太多了 湖水上升破坏湖里面的 所谓的PH值 那因为会影响到它 藻绿藻的一个生存 所以防鲁狗吃不到食物了 它只能也迁移到其他的地方 Borgoria这个淡水湖当中呢 现在如果真的要看到 成千上万的Farmingo 也只有在Borgoria可以看得到 对就是因为呢 所谓的水的消涨 还有呢 它的水值的问题 所以反而呢 是小的比较多 不是大的比较多 因为呢 它有牵运性 比如说一到四 那可能在Borgoria 那六到九呢 可能会在Naguru 所以这个有一个轮调的这个问题 所以各位还是要小心呢 那种叫做节庆的那个日子 对 那但是呢 在整个的一个饭店安排当中呢 老实说 在Borgoria这个地方呢 像老师说的 它并不是像Naguru那么大的一个 popular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这个地方可选择的饭店呢 也不是那么的多 那在这个饭店的一个形态部分呢 这个Legg Borgoria Spa这一间饭店呢 已经算是当地最好的一间饭店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叫犀牛 它有黑犀牛 第一个发现黑犀牛就在这里 那不一定会看得到啦 但是呢各位呢就尽量的去试试看 没关系我们在铁锤的时候已经有看到了 对没有错 这个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去照的 哇你看你看多吧很多 非常非常的多 变成了大小伯母不要去计较 是主要是要能够看得到的 对 这个就是爱鸟人士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 这个可能会说为什么不多待一个晚上啦 没错 因为太美了 而且这都是近距离在拍照的 对 所以你看国家公园呢 它就是千变万化 对 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到了最重要的重点 重头戏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那这一次巨匠旅游的行程呢 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呢 安排了三天的时间 三个晚上的时间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不够 那就骗人了 整个其实在动物迁徙的部分呢 在动物迁徙的部分 它总共总长大概三千两百公里 是从所谓的坦尚尼亚境内的 Serengeti一直到马赛马拉 如果说在整个这样子的范围当中 马赛马拉只是在十分之一的面积而已 十分之九全部都在Serengeti 但是每一年呢 大致上在六月到九月的这样子的时期 六月底开始慢慢的有前锋部队开始要过河了 一部分来讲呢 算是动物迁徙就是我们在Discovery看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迁徙的盛况呢 大概就是在这一段的period 因为呢有个时间的一个限制 因为前边半段呢是所谓的雨季 要在停雨的时候呢 从大四到六月呢 慢慢的那个雨会停下来 那就是他们要动的时候 各位想想看呢 这个数字呢 你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文字里边写的 是两百万 对 抱歉啊 那么大门 所以呢 另外一个也是要跟各位贵宾报告的是说 在大家都会觉得动物迁徙是什么动物都迁徙 没有哦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全部来哦 只有几样而已 它就是最主要呢 就是牛铃跟斑马的一个迁徙 然后呢 其他的部分呢 还有少少的邓铃 那基本上肉食性动物基本上是不迁徙的 嗯 还有一点点大象啊 嗯 一点点的不要讲一点点 几千头就要一点点 嗯 在这个呃 刚刚有说过 肯雅呢 刚好他就是位于所谓的非洲大地嵌里面 在整个大地嵌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 他的农作物啦 还有他的 他的整个的一个产量的部分呢 算是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对 因为呢 肯雅呢 他其实最重要的所谓的 因抗 他的GDP的占比率比较高呢 其实是农业 嗯 那后来呢 当然慢慢呢 要把这个观光的事业呢 就少发了一个东西提升了 嗯 所以地嵌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讲一个农作区域 其实讲 那因为为什么有地嵌呢 这个就是路快的撕裂嘛 那这个地嵌呢 就往北走 然后经过红海来到 甚至来到了中东 对 其实呢 在整个地嵌当中呢 大家都会知道说 肯雅咖啡很有名 老师2014年之后呢 全世界红茶产量第一名 是在非洲 是在肯雅 对 因为从这个所谓的 斯里兰卡的这个红茶呢 被这个非洲的红茶呢 打得呢 现在有一点败卡 对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马赛马拉的保护区里面呢 它各式各样的那种饭店都有 顶级最豪华的这种所谓的 老师这是帐篷 这是帐篷旅馆 对 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帐篷是 不大一样啦 不大一样啦 而且呢 是非常高级的 非常高档 因为大家都会想象中 哎呀 在非洲呢 住宿怎么办啊 嗯 不过呢 各位不用担心 你会吓一跳 而且呢 会压抑说 为什么这么高档 因为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欧美人士呢 很早就来safari的地方 对 我们只是后面跟着啊 所以不用担心 太棒了 嗯 好 这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当中 你看这些红色的点点呢 全部都是所谓的饭店 那当然你有所谓住在西口或东口的部分 为什么马赛马拉要安排三个晚上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动物哪时候过河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打电话给花豹先生说 明天早上十点 我们会在哪里碰面 所以我们要以意待老 没错 在这个地方呢 你真的是需要有耐心去等候 而且呢 不管你是住在东口或者是西口 你绝对会有整天的时间呢 东奔西跑 那另外要跟各位贵宾报告的是 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当中呢 很难可以再回到饭店吃午餐 所以我们都必须 要用野餐的方式 我们早上 很好啊因为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杀巴利啊 对 我们必须早上的时候就从饭店带餐盒出去 像去年我在等过河的时候呢 真的 看到了 看到了就四小时 四小时而已嘛 对 所以呢 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就是为了要看过河吗 所以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耐心等候的地方 一个重点系 如果呢你真的呢在那个地方呢为了要看这个大迁徙 不是说你去他就迁徙给你看 不是 没办法 因为他要看他的气候点或是呢 看他的族群的移动的方式 所以你看从邓陵啦 然后呢斑马啦 还有过河的时候呢 上次你们好像就是在河边有看到 对没错 我们就是 鳄鱼可不可怕啊 哎呀 好可怕 我有拍到一张鳄鱼咬牛鱼的那个相片 真的就是必须 因为这个叫现场 你在现场看的那种震撼感绝对跟图片 或者是看discovery完全totally不一样 对啊 各位要想想看呢 他这个迁徙的公里数 还有他的所谓的数量你看是百万啦 所以呢 各位一定要清零现场 如果你是用图片 我跟你讲 那个感觉没有震撼 老师 就是平面了 你看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鳄鱼咬牛鱼 这个图的下边呢 就是鳄鱼有没有 刚好把那个杜河的这个牛鱼咬住啦 对 但是呢 这个是自然的现场 各位不用担心 对 没错 也没办法 也没有办法住 因为国家公园的东西呢 就是让它自然 因为呢 它的生跟喜都是一样 因为呢 这是天意嘛 所以我们不要去 干涉它 所以其实真的来到 我觉得人真的是一辈子 必须要来肯雅一趟 你会发现 人在这个动物圈 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多么渺小 真的好渺小哦 也不要太计较 不用计较 你在那边你计较不来的 你要跟狮子计较什么 花宝计较什么 他也不会认为你是值得计较的人 对 你不是一个对手 好 那这个呢 就是猎豹 那真的就这么近距离 那真的 就在你的车子边边 对 真的就是那么近距离 那因为呢 你用我们这样所谓的市轮市区啊 就在那个市轮带动的车呢 所以就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呢 也能够进入到 比较不怎么 不能够接近的地方 对 因为如果你坐那个小巴的话呢 可能就只能在路边 好 因为呢 下去就上不来了 我们来到肯雅呢 除了为了要等所谓的动物迁徙的时候 当真的所谓的动物去狩猎 在吃东西 在捕猎的时候 这个是他们的狩猎 跟我们的狩猎就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这个叫做真实了 嗯 你真的也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景致 甚至你会看到花宝 拖着所谓的牛铃呢 或者是那个 铃鸯啊 邓铃啊 小铃啊 往树上走 因为宝呢 它喜欢把业物呢 就带到树上去 嗯 那这个也是近距离的看到狮子 母狮子 哇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呢 就在你的身边啦 嗯 你的眼前 那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 社会主义者的这个 海银啊 这个呢 叫做偷鸡取巧者 对 没错 没错 捡人家剩下的 反正呢 狮子走了 我来了 对 豹走了 我也来了 是 但是呢 这个是在大自然中呢 最重要的青刀符 没错 除了天上以外啦 然后呢 长颈鹿呢 这当然是在我们 呃 整个的肯亚行程当中 你从北走到哪 你都可以看得到 天天看得到 但是呢 长颈鹿呢 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哦 狮子也不敢去攻击 因为它那个脖子 真是厉害 一甩 你就完了 而且其实在整个非洲 总来讲 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得到的长颈鹿 有三种 有网状长颈鹿 马赛长颈鹿 那这个长颈鹿的部分呢 真的你清零到那边呢 你就会看到 所谓的马赛长颈鹿身上的花纹呢 就是比较破破碎 破破的 就是这样子 分裂性的 对对对 它就没有所谓网状长颈鹿来的 那么的一个完整哦 好 那这个角龄呢 都可以随时都看得到 这个比较popular啦 一个一整片的草原 大概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鹿 那迁徙的部分呢 刚刚有说到斑马也迁徙 然后牛林也迁徙 但是斑马的迁徙呢 只有草原斑马迁徙 所谓的细纹场景 细纹斑马呢 它是不迁徙的 所以这个自然呢 它还是有规定的 它自然会有区分的 那这个就是老师常讲的 好多数 无数以万计的邓铃 只要你看到这个屁股 那个马桶盖 你就会知道 它就是邓铃 它们跳起来也很好看 非常好看 下次到现场你就知道 为什么讲究很好看 它那个屁股一跳一跳一跳 一蹬一蹬的 其实来到这个地方呢 第一天呢 你看到所有的动物的时候 你都很很新奇 不管你是看到稚鸡啦 或者是邓铃啦 你都会好开心哦 但是当你看到第三天 第四天的时候 你真的会跟司机讲说 如果有什么新鲜的时候 再来告诉我 对大一点的 特殊一点的 那到这个 可以讲到非洲呢 各位呢 一定要去 务必呢 要去尝试这一种 叫做热气球 各位可能讲 哎呀那个我做过 但是不同的场景 因为呢你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来这个地方呢 看到呢 这么壮观 而且呢 这么大的草原 对 刚刚我们在看到了整个的热气球上面 看到整个动物上面的一个迁徙的部分呢 其实坐在热气球上面 你看到是更震撼 因为你是从空中去俯瞰 而且呢 这个也是号称世界上最贵的热气球 一个人将近要500块钱每进 是很贵 再讲一次 很贵 但是很值得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不要买任何的纪念品 你可以不要花费任何的钱 但是你一定要来看到这个热气球 对 因为这是一种叫纪念 而且是很值得的 有没有吃早餐 有 所以啊 因为这个热气球 不一样 所以 真的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它号称它是世界上最贵的一顿早餐 但是呢 值得 让你呢 怎么样 把你的口袋呢 怎么样 套光 对 这个在大草原上面 吃早餐呢 真的是很另类的一个 感受 或是叫享受 经验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原住民 有 他们这里的原住民叫做马拉人 马赛河 因为动物过的是马赛河 但是马拉人呢 就是当地的原住民 所以叫马赛巴 对 来到这个地方 你也会很看到 这个小朋友身上穿的是福林国小的 来到很多都可以呢 把家里的像儿童的衣服啦 什么都可以捐给他们 对 还有巨匠旅游的 也行 那所以呢 其实在动物在整个的一个 所谓的五霸当中呢 你还有很多的鸟类 全世界的鸟类在整个非洲来讲 大概就有四百多万种啰 所以太多了 所以太小的反而各位就看不上眼了 你每天看的都是那么大的 不过呢鸟还是蛮多的 对 草原嘛 嗯 这个是黑面菜 黑面捐铃 呵呵呵呵 我们都叫它黑面菜 那铃鸟呢也非常多种 哦 所以各位呢 这一趟呢就是准备着怎么样 准备多一点的时间 嗯 然后呢慢慢的玩 然后呢尽量的看 那住宿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其实在住宿的部分呢 以下几张图片呢 就是要让大家看一下说 哎我们住宿的环境是什么 不要觉得它很落后 其实呢 在整个的住宿条件当中 它都会融合他们当地原住民的一个色彩 然后呢去盖这样子的所谓的resort 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 哦 真的很是世外桃源的感觉 因为各位一定要知道呢 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就是在欧美人 是它的高端的消费 嗯 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休闲 打猎 以前真的是打猎 那现在呢因为保护 所以呢我们变成呢叫做suffering 坐着车用你的照相机 但是呢晚上他们还是呢 要求很高端的所谓的一个 休息的一个所谓的设备 跟它的安全性 嗯 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呢 像老师说的 哦 非洲是不是一个很热的地方 刚好 不是 有点颠倒 在肯雅的部分呢 因为它是非常接近赤道 所以它的气温上面 没有极大的一个说春夏秋冬 它只有雨季跟旱季之分 对但是呢因为肯雅呢 它本身的海拔比较高一点点 有一点高原 所以呢真的热也不会说热到很热 所以各位呢这个印象呢要稍微改一下 就是说非洲很热没有错 但是呢如果你在高海拔 因为它在整个肯雅的平均的海高度 大概在700多公尺 对 所以呢温度上其实差不多在30度以下 所以各位呢就不用担心 在服装的部分呢 静净以休闲为主 然后呢再者就是 呃后外套呢带一件 因为我们如果要去热气球的时候 它就是很早的一个 因为有提到嘛 它那个高度还是有一点差 是 然后但是呢 大多都以夏天的服装为主 不管它是几度 防晒一定要做好 对 因为呢在非洲呢 它的太阳还是蛮大的 没错 风沙啦 还是有点风沙啦 所以呢 这些额外的保护呢 就看个人了 但是穿着不用太担心 就是以轻松的服装为主 然后鞋子呢 需不需要穿好走的鞋子很抱歉 没得走 你要穿拖鞋在车上都行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最多的就是起立坐下 起立坐下 因为起立呢 就是透过天窗 然后呢去照相 各位不要想象说 你要下去要去追逐 那是马拉人的事情 所以你的鞋子你的服装 轻松就好 没错 所以在非洲的这个Safari 各位一定要亲你一次 而且要现场 因为你用相机照回来只是看 但是你在那个地方 是在一种感受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非洲的行程 好像蛮简单的 因为在这个Tracy的这个安排之下 但是也不是光有肯亚 肯亚周边还有很多的国家 我们可以慢慢的玩 所以这一次就很简单的 让各位看看那种动物的迁徙而已 那下次的话 Tracy是不是给我们更好的 更多的动物 当然在肯亚的周章的部分 我们还有所谓的坦商尼亚 或者是维多利亚瀑布可以去做安排 甚至还有域索亚 还有什么亚 那个很多的 所以下一次我们再进一步的 来去了解这周遭的整个非洲的近况 谢谢 嗯谢谢